这个单词怎么两个发音呢 咱们来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读法读作 中读在低音节读作 present present 这是用的使用频率最高的 一会咱们说意思 第二个是中读从第二音节开始读成present present 做动词使用 来看 present 作为名词来说 就是礼物 礼物 作为名词还可以叫现在 我们经常说at present 等于now 是吧 礼物用最多了 中读在低音节是名词 举例说明 here is a present for you 这是给你的一个礼物 相当于咱们学的那个gift 是一样都是名词 present 好再看at present 叫在目前 I have no time to attend the meeting 到目前为止 我可是没时间参加这个会议 present 礼物和目前名词 are present 同学们 是动词 叫呈现 和出示 就给别人展示一下什么东西的过程 就叫present 记住啊 中读在第二音节 决定说明 I will present my findings to the team tomorrow 我将明天展示我的发现 朝向团队 就是明天给团队说一下我的新发现 作为动词 present 再过海关时 你必须出示你的护照 不就展示你的护照 You have to present your passport as you go through customs 当你过海关时 你不得不展示 同学们 为什么present 还作为动词 叫展示呢 因为礼物 是用来干啥 同学们 是不是来 看看我买个东西啊 这感觉 这个 想想啊 为什么动词叫做展示 而名词叫礼物 好好想想啊 好同学们 觉得好了 请打一 另外呢 暑期将到来 如果同学们想一次性不走弯路的学好英语的话 同学们 这一套我已经录制更新了三年的叫做难忘的英语语法系统评课程了 你千万不要错过 因为它包含了我们英语语法的全套讲解 同学说 老师我对这个语法不太感冒呀 同学们记清楚啊 语法是英语学习项目当中唯一一项让你能够举一反摆 学会英语的方式和方法 如果你放弃学语法了 那么同学们 单词得一个一个背 单词一个一个背 音标一个学 自然拼读的规则也要一个记 而只有语法 同学们是英文浅词造句的规律 也就是说 你学了单词 学了些短语 如何灵活运用 同学们 就全靠语法了 这语法呢 包含两大部分 其中前97个视频章节 给同学们讲的是英语的全套语法 你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 全包含 那么后面有200多节 是什么呢 全是复习 贯彻落实咱们前面讲的核心内容 后面是咱们呀 什么呀 让同学们练习 带以练习的课程 所以说 有300多节课 学习咱们这个全套语法 记住 语法说白就是什么 英文浅词造句的规律 你不会规律 同学们 那你说你背那些单词 你怎么把它根据不同场景场合场面来揉到一块呢 对不对 好 下边商品卡可以直接购买 好 同学们 感谢观看 观看